爱情是只属于彼此的甜蜜 但我和她的感情 却是一场两人三角的关系 充满了未知和危机 我就是你们口中都9012年了 还在学钱的女同学 所以课外的每一秒 都要用在赚钱的刀刃上 我叫苏紫盈 除了爱赚钱 我还有点病 疫情期间 请把这句 你有病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病啊 这叫异性亲密接触恐惧症 强迫症的一种 简单的来说 就是害怕和异性 有任何的肌肤接触 碰不得 也摸不得 什么啊 不理解 我示范给你看 这样 隔着衣服没事 这样的话 三二一 你现在明白了吧 不是 苏紫盈 这根本就是偶像剧标配啊 有点大病的民主 在家狗血相撞情节 好吐好上头啊 打住 我听说那个学弟 第一天就把车停在校长车位上 我可忍不起 别怕 林哥照着你啊 好的 小林哥 我要去图书馆兼职 晚上还要去商场打工 我先撤了 好的 同学们 我今天特意为大家 请来了你们的学姐 做模特 一会儿画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人体透视 以及趋势关系 好 开始吧 老师 能让她把衣服脱了吗 这个难看的背影 该不会是 我想看清模特的身体线条 果然是她 学弟不可以 之前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 穿那件吧 我觉得更符合油画审美 这位学弟 你是来画画 还是想来打字报复呢 这位学姐 你是来当模特的 还是过来跟我吵架的 燕卫 燕卫同学 我们今天就这么画 好吧 好 大家开始吧 快 要画也可以 换装 是另外的价钱 多少 市场价八百块 学弟看着给他 微信收看八点八元 八块八 你说看着给他 你 你 同学 你怎么可以打人呢 你 没事吧 什么鬼 现在那女生 同学 都这么暴力的吗 对 你怎么可以打人 你没事吧 不会吧 现在的男孩子 同学 都这么不尽打的吗 年轻打了一下 就晕倒了 后来年纪轻 就背上一条人命吧 小朋友 不能这样啊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呀你 我真什么都没有做 什么都没做 宝贝会哭啊 什么眼睛啊 你这个 这么大个人 还记不着小孩你 什么素质 我要投诉你 叶俊成 这是什么打扮 怎么走起可爱风了 没想到 小学弟 居然还有两副面孔 姐姐 你没事吧 给 我们不干了 你投诉吧 好 我干我干我干 对不起对不起 干 干什么 干 干 对不起 姐姐 快走 哎呀 我这上班呢 我看 我真的 对不起 真的 别 小熊 我乖哦 你 你们别走 你用手 别走啊 你们 是 就别走 你 别走 我 你 对不起 你看我 晚上 来我家上班 你当我是什么人 我不是什么工作都接的 八千 提前说好啊 禁止任何身体触碰 嗯 老板 这次我们要换什么衣服 姐姐安安静静的坐着就好了 八千块 不用换装 哪个坏蛋要姐姐换装的 这么可恶 这是催眠曲吗 苏子莹别睡啊 拿出八千块的服务衣衫 对不起 我说过不让你碰我的 八千块真不好赚 他又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突然回到家里来了 苏子莹 现在帮富豪的手段都那么新鲜了吗 先生莫名其妙删我一巴掌 引起我的注意 现在又投怀送报 主动送上门来 你怎么不去明媛贵妇群开课呢 你 你怎么不去当演员 又装失忆 我看你该不会是想赖账吧 走 给我出去 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女人 叶宁成你放手 我后悔的 说得不好你碰我呀 出去 我身上是计费的 口袋给点 车症状又来了 车症状又来了 心脏好痛 林涵啊 你放心好了 我真的只是去当模特 嗯 行快了 哎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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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聊一会儿 你别碰我 我就碰你怎么了 我就碰你了 啊 老子弄死你 上 啊 小哥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姐姐 那你还是自己来吧 姐姐 我都这样了 你还忍轻让我自己来吗 你 您远点 嗯 你别乱动啊 不许乱动 谢谢 谢谢 赵 渐渐在褪色 甜蜜从往事剥落 留下一滴的斑驳 谁非谁不可 和时间拉扯 只剩遍体凝图 这又是她 我又是怎么拉到这儿的 苏紫阳 怎么又是你 到这了 我先走 这就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碰到她 我就不对劲 难道是 她给我下鼓了 名人心智 小人红果 还是说 她给我下毒了 吃下这个苹果 你就会忘记所有事情 变成白痴 好恶毒的女人 很暴力 暴力 一定是她 一定是她把我打出病来的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远离她 被逮到了我跟你说 要不是那个谁 我跟你说我差点真的就苹果 姑婆 怎么又是她 这是幽魂不散 她死了 方法 不 苏紫阳 叶昀诚 你干嘛躲着我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而已 不想看到我 我看你就是想赖账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条相关规定 当事人定理合同有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无论哪种形式的合同 都具备同样的法律效力 你 停电了 我出去看看 不要走 运程 你应该不是怕黑吧 我们偶尔会陷入黑夜 但总有一个人 会陪你走过这场迷途 因为这个人的到来 连黑夜 似乎也变得温柔起来 我想 这 就是光吧 这里不黑 你不用怕 我才没有害怕呢 我才没有害怕呢 我只是不喜欢黑 行行行 我闲的话才管你 那你现在可以把钱 又出去了 你开车了没 大晚上的 该不会是来碰瓷吧 外婆 你谁呀 你拉着我干什么 你再拉着我 我 我就躺下了啊 您躺 您躺 我这手机都拍着呢 专门对付你这种 碰瓷老太太 对 外婆 你好好看看 我是紫盈啊 紫盈 外婆你看 这个棒棒糖 是你小时候放去接我 经常给我的棒棒糖啊 棒棒糖 对 对对对 紫盈 哎呀 真的是紫盈啊 你也是回来 给你妈妈过生日的 我想找你妈妈 最爱吃的那家蛋糕店 可 外婆 妈妈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呢 她怎么可能去很远的地方 这不就是你妈妈吗 我 子怡 快 跟你妈妈说 生日快乐 不是 我说老太太 你也太离谱了吧 妈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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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怡 今天是你妈妈生日 你多陪陪她 说说话 好 外婆 你先进去休息 我陪陪妈妈 乖 女儿 生日快乐 今天谢谢你 我妈妈过世很久了 外婆又得了阿兹海摩症 常常记不清谁是谁 还有 我想正式地向你道歉 前几次打你 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有异性亲密接触恐惧症 小时候我看到爸爸对妈妈动手 产生了心理阴影 所以 对不起 这么说 有病的人是你 那我 你再打我一次 什么 来 你再打我一次 我有件事情要去 别别 别冷静点 快快快 我等不及了 暗恋路的四小姐打拨一下 嗯 我们最近是拖欠很久了 你看今天什么时候 跟我们去教一下呢 能不能再提醒 是英语 我做不了主 我要不你看现在就跟我去交费 护士姐姐我给你去交费吧 也不成 姐姐放心有我在 那会你看 这个棒棒糖 是你小时候放弃接我 经常够我的棒棒糖啊 我 抠门 胆小 紧瓜的叶俊成 你给我听好了 给我好好对苏子莹姐姐 不然 我对你不客气 你是谁 我就是你啊 我管你是不是我 赶紧离开我身体 哥哥是在说笑吗 这是人格分裂 又不是撞鬼 那你想干嘛 替我追 苏子莹姐姐 我 我 又断片了 肯定是被他打出病的 蘇紫瑩 老闆你醒了 你怎麼在我家裡 不是你叫我來的嗎 老闆 錢 我會還的 不用還 之前我和你的起約依然有效 當我的私人模特一天八千 你是認真的 完了完了 葉君丑 你完了 你放心 我不會占你便宜的 你放心 我不會占你便宜的 為了你不差價 這期間為你做私人模特 額外奉送 助假以服務 別別別 你別過來 你離我遠點 已經是我的福報了 什麼 我 蘇紫瑩 蘇學姐 我求求你了 趕緊離我遠點吧 那錢 不用還了 你當我做慈善也好 公益也罷了 反正不用還了 謝謝 謝謝 十萬元 是當我借你的 按當下銀行定期利率 百分之二點一 連本代息 還十萬零兩千一百元 這條給你 藝人 開門 点一下左上角关注 购买最流行的 BOP口红口喷 现在有优惠哦 宝宝们 我先下播啦 下次见 怎么了 你说 实际上有没有一种人 一会儿对你体贴照顾 习心周到 一会儿 我对你爱答不理 避之不及 有这种人 人格分裂吧 空门 胆小 紧刮的叶俊成 你给我听好了 给我好好对苏子莹姐姐 不然 我对你不客气 你是谁 我就是你啊 我管你是不是我 赶紧离开我身体 哥哥是在说笑吗 这是人格分裂 又不是壮鬼 那 你想干嘛 替我追 苏子莹姐姐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哥哥当然可以不听我的了 但是 我可不保证 我顶着哥哥这张帅气的脸 做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来 你这是在危险 哥哥说是就是喽 想想那些新闻 贵公子叶俊成 放浪行孩 行为不羁 一夜之间 拜光所有的家产 冷落街头 我答应你 你别乱了 那就拜托哥哥了 人格分裂 你以为在演电视剧呢 那 我知道 叶俊成 一定是想追你 我又没说 那个人是叶俊成 而且 你怎么知道他要追我 又有啥看不出来的 你最近 不是在骂叶俊成 就是在骂叶俊成 以我一百零二部韩剧的恋爱经验保障 一个男生对你忽冷忽冷 就是想引起你的关注 然后再大张旗鼓的追你 怎么可能 除非他亲口对我说 那 你有一点 好 苏子洋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 每天睡醒后 都切换回本人稿 所以为了避免穿帮 我们要详细系度自己发生的一切 下一个 不得随意回货对方的钱财 不得做出怪异渠断 再下一个 不得说阴阳怪气的话 好 追女生 你醒了醒 不到三天 保证哪下 你来了 你疯了 救了好痛 苏子营 苏子营 三天 苏子营 请您做我的女朋友 你猫屁 还挺娇羞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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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不喜歡玫瑰 哎你送送上不要隨便亂去啊 來來來 地獄神的小可愛請先收 是你嗎 人間的小寶貝請先收 你這是小新幹 是人間小新幹 小新幹請先收我要偷失望了 妹妹你真是小新幹啊 我跟妳說 葉俊成他呀 肯定是今生第一次追女生 那手法 簡直了 就他 他是不可能追到我們子營的 除非 他硬來 快子營 放心 地獄他這輸葉有點失色 說完就跪了 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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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個條件吧 怎麼樣才能當我女朋友 葉俊成你是不是有點大病了 松花你不要 李屋又給我退了回來 電視劇的劇情一點都不好用 我也懶得浪費時間了 你想要什麼條件隨你開 還是說 你想要 現金 葉俊成 我是永遠不會喜歡你這個扣門精的 不喜歡也可以啊 當我女朋友就可以 條件 什麼都可以 葉俊成 你這是譜信男標竿吧 素子營 你別給我太過分了 葉俊成 別逼我動手 這對白不就是經典的八道少爺愛上我嗎 太高血了 葉俊成 開門啊 葉俊成 葉俊成 你這樣子我們會可以報警的 沒事 沒事的 你最好把我放了 不然林涵會撞門進來的 撞門 至於嗎 不至於吧 你讓開 三 二 一 啊 妹妹 你就是小心的 嗯 是 您 葉俊成讓我改叫給您的 葉俊成的小甜甜是哪位 小甜甜 在這 後門鬼 你到底有沒有追過女生 我當然 沒有啊 那你就在家歇著 反正我來 你來 你怎麼來 那個葉俊成到底是有什麼大病 我覺得還挺爸總的 好霸道呀 你管這叫爸總啊 你是不是被他美廁所迷惑了 你腦子是不是壞了 你懂什麼呀 葉俊成可是萬千上心中的目 是噩夢就是 現在這種爸總的都不吃香 太 還是我別人可愛的吃香 你說什麼你再說一遍 呃 啊那個到宿舍了你讓趕緊上去吧 哎 如果那個葉俊成再敢來騷擾你的話 你記得跟我說我這次一定 林哥照你啊 你先管後你自己辦 那我也先去了 拜拜 子音等等我呀 林涵 嗯給你回去記得吐 哈哈 還是你靠譜啊謝了啊 什麼可愛心 明明是個莽夫 一 我盡力了 空門鬼 你到底有沒有追過女生 我當然 沒有啊 從小到大 都沒有我需要追的女生 那你就在家歇著 放著我來 你來 你怎麼來 找到蘇紫瑩姐姐 先讓我出來 接下來的事 你就不用管了 你 去哪兒 超市吧 好啊 我覺得挺好 那不是 葉俊成 好啊 謝謝 爱心变 当 今天也太冷了吧 宣号来上去 暖心奶茶 贴心小微博 我突然都觉得 不冷了 清远艺术学院的 全体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美术系的叶俊成 今天我特意准备了一些话 想给一个女生听 来 苏子云 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您很特别 就像一束光 和你在一起 连时光都变甜了 谢谢你 谢谢你来自 清远艺术学院 大三2018 第一班等 姐姐 你来了 你 什么 我不玩打野 我上单 射手也行 拜拜 子音你等等我呀 你 你呀 要是有燕俊成 陛逃 啊 喝得夠了 愛心便當 紅微博 管我這麼表白 天哪 這個臭小子到底幹了些什麼東西啊 我才不像你呢 我比你強多了 你敢不敢再丟臉一點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在這宿泽贏了 我就是讓全世界都知道啊 免得你反悔了 還有 從今天開始 子瑩姐姐 就是我們的私人模特 會幫助我們參加油花大賽 什麼 畢日常 我對不起你 姐姐哪裡對不起我了 我哪裡都對不起你 你說吧 要我子瑩才能放過我 姐姐做我女朋友 不是這個 除了這個 那 合同我已經替你簽好了 錢 你是要不回來的了 我還以為你有什麼剛明的招數 最後還不是靠錢 是靠真誠和真心 感情就應該循序漸進 我們需要這個機會去慢慢培養 你趕緊收拾一下出門 今天約了子瑩姐姐去公園寫生 你可別說到了 我到了什麼邪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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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正常 蘇瑩 蘇瑩 你撞身弄鬼的幹什麼 我這是對你人身安全負責 按照約定 這幾天 我都會陪你寫生畫畫 為了避免無意接觸 對僱主產生傷害 我以後都這麼傳 像這樣接觸 就一點危險都沒有了 走 你寫生去 這裡太難看了 我不僅沒有林凱 連心情都沒有 葉宇成 那你可不能算我礦工啊 蘇瑩 你明天要是敢再傳成這樣的話 我就立馬解雇你 葉宇成 你還講不講道理了 老闆就是硬道理 老闆 老闆 今天我們要畫什麼呀 蘇瑩 你又在幹什麼 不是你不讓我穿防護服的嗎 但是必要的保護措施 還是要有的吧 免得你碰到我 蘇瑩 你究竟是怕我碰到你 還是怕你會請你自禁來碰我 我 保持距離 趕緊開工 my love you and believe 你今夜在你先生為你裝起 戰術的眼睛 人絲都幾乎 潛入你夢境化 才結束一輪 我比全你心裡的胃 my love 流流著飛行的午後 剩下星空卻為你而沈爍 如此的完美 my love my love 蘇瑩呢 你想知道我 為什麼喜歡畫畫嗎 不想 老闆您請說 因為畫畫 能讓時間變快 他讓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覺得時間 變得好輕 好暖 時間變快了 就能快點見到他了 她是誰啊 一個小時候 經常在窗口見到的人 每次出現 她都帶著光 也因為她 我完成了人生中第一個作品 我想把這幅畫送給她 那你之後還有見面嗎 後來我也搬走了 再後來 又回到那個地方 是上次陪你去找外婆的時候 那是我們老家呀 你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嗎 我可以幫你找找看 我只記得他們家是開雜貨鋪的 雜貨鋪 我記得以前 方言吉里 只有我們一家雜貨鋪啊 要不 我去問外婆 說不定外婆知道 蘇紫爺 你知道嗎 這不僅是我人生的第一個作品 也是我兒時 被父母遺棄在暗無天日的小房子裡 看到世界的第一束光 或許分人格的出現 從那時 就埋下了福 讓我開始探討 一光溫暖的世界 葉景哲小周說的那小孩 不是我吧 如果真是我 那太狗血了 讓我閒下 我小時候 你在想什麼呢 沒什麼 慌慌張張的 你該不會是在想葉俊誠吧 我想他 怎麼可能 以我看過一百零二部 韓劇的戀愛經驗 我斷定你不僅想他 你還行 開什麼玩笑 我喜歡他 他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那你喜歡哪樣 我喜歡 我喜歡 溫柔陽光 就是安靜地站在那裡 也閃閃發光的陽光男孩 哦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那樣的 我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放蕩不羁野心搖滾的 我喜歡放蕩不羈野心搖滾的 對野心搖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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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等我一下吧 我們一會兒開始玩 我們一會兒開始玩 我不喜歡搖滾的 我不喜歡搖滾的 我喜歡愛泽家屋的 二次元的 少女心搖滾的 運動肌肉難 不對不對 我喜歡 懂我了解我 胡思亂想什麼呢 我好了 準備開始工作吧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電流開關這麼放 整個電路 都像你的腦子一樣短路 那你還不過多補行不行 哎 蘇姿野 你是不是有什麼秘密辦 我能有什麼秘密 趕快做題 實驗課電磁感應你會了嗎 感應 什麼感應 哎 哎蘇姿野 是不是 對我有點感應啊 大柱 我把你當朋友 我才不想稱呼你 學死民會的前人生 就不是我讓他們學死民會 感情這種事情 誰都不能做 你剛剛那話 特別像不負責任的渣男 哪有 蘇姿野 長這麼大 就不想談戀愛 就沒有對誰有任何感應嗎 哦 就先把你當上 慢了 像uyina 也许人与人之间 真的存在着某种特别的感应 越是排斥 越是吸引 越是刻意回避 越是并无可避 你在和这小子聚会 是啊 对 演戏摇滚的 她说她喜欢演戏摇滚的 苏子莹 你再和这小子约会吗 是啊 你懂什么样子先来后到啊 我的人你也敢破 先来后到 笑话 我只听过后来居上 你就是破坏规矩 我就是规矩 你也看够了没 来互看的还是来看书的 看书的 明早十点 学校门口等 明早 去哪儿啊 找灵感 顺便过夜 什么 过夜 我 你不许去 我 你不许去 我 你还想破云 我的美名是国一 我的美名是国一 你还想国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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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想想姐姐喜欢你 就不要对她臭脸 没关系 等待女孩子 本来就是男孩子的责任 你 没事吧 我没事 我没事 我今天没事 要不我们一块去吧 叶学弟 应该不会介意吧 对姐姐的朋友 也要礼貌客气 当然 当然不介意 那不介意的话 再带我一个呗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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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哦 清凉了我去 撤洗点衣服 我来 穿了两身穿了 我们带上去 就哎哎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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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我来来来来来来你们来谢谢 别别别你你来你来 别别 可以吃了 这也太臭了吗 这有什么臭的 这多小 也不 我的 我的 你们俩用的留点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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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只有一个帐篷 今晚怎么睡啊 我要睡里面 我也要睡里面 下这么大的雨 我怕冷 里面热乎一点 我睡里面 我也怕冷 还怕黑呢 你一个大男人你好不好意思你 你也好意思 有什么可害羞 我有什么 都别吵了 你也好意思 苏思耀 苏紫阳 为什么 起来工作 这么晚了 这是工作 林涵 你留下 我有话想和你说 你你喜欢苏紫阴 你别瞎说 那你和叶俊 那是因为苏紫阴打初中期 就我这么一个异性朋友 我可不想他随随便便跟一个男生 那个成语就叫什么来着 狼狈为奸 羊羽虎口是什么好事的 嗯 对对对对 反正就一个意思 就一个意思 就一个意思 新时代 我对 把玫瑰藏在身后 在这家为你停留 呜呜 任天成 你什么时候才能到 我怎么知道啊 你这不识字吗 这地图是二零一二年的 十年前的 地图不都差不多嘛 刚好我家里有 那免得花五块钱再买个新的了 叶学生 抠死你算了 苏紫阴 那你要不要去找星月虎啊 又不是我那儿就 苏紫阴啊 快点走 哎 你别这么一本正经的信不信 你认真点 你认真点 你认真 你说 叶俊成为什么带苏紫阴来着 他 喜欢苏紫阴 想途抹不轨 那你为什么来 保护苏紫阴啊 那我又为什么来 不知道 你必须知道 为什么老是跟在苏紫阴后面 为什么老是挤在你们中间 而我为什么要千里头来这鬼地方 你怎么知道 也喜欢苏紫阴啊 你看你这个大头鬼 不是 那你总不可能是喜欢叶俊成那个臭屁鬼吧 他那个人那么讨厌 苏紫阴不喜欢他他天天跟 这么刺激的吗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是在接空气吗 我怎么想到你那么快就下来了 而且 要是又碰到你的话 你又趁机打我一顿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装模作样 迟早早忘业 赶快找路 我叫外了 报应来了 还不是因为刚为了接你的时候摆到的 看我干嘛 又不能逮你 反正我现在走不了了 你要不自己走吧 让我一个人在这荒山野里 自生自灭吧 喂啊 苏紫阴 你先走啊 你还是人吗 哎苏紫阴 你慢点 原来这就是新月火啊 不是吧 就这个月亮 和这些灯 算什么新月火 我要来了 走吧 快灯呢 你看看 哈哈哈 刚刚的是 你别往心里 那我心里去 林涵我是急性的 有些话我必须告诉你 我就是对你起了歹念 我就是想对你图谋不轨 我害怕不早点说 你就跟别跑了 我说完了 你随便随便 那那我说什么才好 按照偶像剧剧情 你应该说 我们在一起吧 萤火虫 星星是萤火虫 这个机器还有萤火虫 我想这是神木营吧 这是冬季在山间活动的萤火虫 一余六摄氏度也依然发光 好看 他们可不是为了好看 他们是为了交交流交流 繁殖后代 这是动物的本能 苏子营你可以不要这么扫心 不认识吗 我认识了 今天在褪色 甜蜜从往事剥落 留下一地的斑驳 谁非谁不可 和时间拉扯 只剩遍体鳞伤孤单的我 小心丢失了温热 眼眶也变得 你那个一声正好的 如果那些残忌 我只是延迟 就来过 你和我知道分开了 才开始懂得 有谁 进进进进 苏玲 你晚上去哪儿了 你是不是和叶俊诚 偷偷谈恋爱去了 赶紧洗手间回去 叶学弟 咋还缺了呢 谢谢哥哥担心了 我这腿呢算是废了 所以还请哥哥帮我一下 我们昨天去找星月湖 一晚上的都在树林里 来回折腾 来回折腾 赶紧收拾 我这伤员 我走不动 只来帮我一下 我到这里 哥哥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 你想都不要想 我是不会背你的 基本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吧 说翻 放个歌吧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我再换一个 你每天都听了些什么歌 干嘛我觉得挺好听的呀 来吧出发 出发发车 你温柔的脸庞 完了完了完了我完了 怎么了 我再也看不到这种镜头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天我和凌涵接吻的话吗 你说我是不是死定了 什么 你和凌涵 接吻了 是不是还敲闻脸 那个 非要说的话 是我 敲闻他 新闻倩 真是女中豪杰 不是嘛 本来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 我可不想吐吐了 所以你告诉叶俊成呢 告诉什么 你喜欢他呀 别瞎说 我 苏丽 你也完了 你陷入爱河了 你现在都不敢否认 而且我都和你说凌涵的事了 你应该也老实交代 昨晚你和叶俊成失踪一整夜 你们就没有 不对啊 苏丽你不是有异性轻易接触恐惧症吗 叶俊成他该不会是被你 打瘸了吧 我也觉得奇怪 我的症状怎么都消失了 以我102部韩剧和即将步入第一次恋爱的情感经验来说 你这完全就是心理上的问题 很有可能 你的心理已经接受叶俊成了 所以啊 你才愿意和他亲近 太婆我是谁 紫衣啊 你说什么傻话呢 我这不是担心怕你忘了 哎呀 你看 这也是什么 外孙女婿啊 怕我忘记 给我整了一个这个 外孙女婿 外婆 外婆 我来了 我出来的时候 姐姐怎么那个表情 今天回来的路上 大家都有点怪怪的 那个抠门精到底干了什么 易俊成 不许对苏子莹姐姐动手动脚 够则后果自负 我会对肚子一负子 外婆 我来了 爱俊成 她呀 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让我记住 这个是我的外孙女 这个呢 就是我的外孙女婿 你看看 这小子就不会忘了 叶叶成 呃 会场是不是要去布置一下 我先去帮忙 呃那个 同浪贵开始了我也去帮忙 我也去帮忙 你们三个 我先去帮忙 脸儿 倔叶奶奶 这起来 打下来 好 接下来就是见这奇迹的时候 外孙女婿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谢谢外婆 我知道你是在找紫营吧 来了来了 你看紫营你来了 是你 没什么 是你 没有人 你 没有人 那边是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是你 我现在想要 还看呢走了走了该先握 关我什么事还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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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 有事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放心吧 姐姐 我没快点走了 他们都在外面等着 你是谁啊 外婆 是我啊 叶俊诚 不是啊 我外孙女婿啊 连长得可臭了 你呀 才不是我外孙女婿呢 哼 好饿 厉害 陪我去吃 哎 你们不一起吗 怎么回事 姐姐 我送你吧 你 哇 下雪了 今年第一场雪 姐姐 你知道吗 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亲吻的人 一定会永远在一起 啊 你们没有被神巴掌 怎么那个臭小子又出来了 啊 那臭小子的出现 不是因为苏子盈那一巴掌 而是 把玫瑰藏在身后 啊 在街巷为你停留 啊 加快的心跳 接送 啊 下一秒牵你的手 哦 啊 啊 就是他 就是他 真看不出来 就是他 就是他 同学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给我讲清楚了 哎呀 这个饭怎么自己掉了呀 哎呀呀呀呀 神经病吧你 哎呀 你你想清楚啊 别追了 我知道什么事 什么 苏子营勾搭富二代 你在大脸身上全校都听见了 不是啊 苏子营有什么本事勾搭富二代 不是我是说他为什么要勾搭富二代 那个人还做了PPT来造谣 真行 也不行 现在出轨道线楼流行PPT 或者他这里说的是勾引 不是勾搭 你放心 我回去查一个PPT是谁做的 对 揪出来 灭了他 也有一部分属实 毕竟我和叶俊成 确实和心在这上一般 哎 紫衣你去哪儿 打工呀 生命不息 打工不止 你说 心怎么这么大 我看 姐灵还需细灵人 我让叶俊成自己出来解决 你什么时候跟叶俊成有威胁呢 你们很熟吗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 小姐您好 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本人长得也不怎么样 您找哪位 叶俊成呢 你们俩不是在一块吗 叶俊成不在 如果你找他 我找你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怎么样 我送你的powerpoint 你喜欢吗 原来是你 嗯 忘了介绍了 我叫华云 在国外读商科 是叶俊成的 未婚妻 我和叶俊成从小一块长大 是典型的青梅竹马 我们俩也算是世交 我在国外念商科 也是为了之后能够辅助 辅助叶俊成的生意 不是你这种穷酸学生 可以逼当的 再说了 以你的身份想要拍上叶家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 最好离他远远的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我再梳理你个话 有什么好梳理的 简单的一句话 你想死 就离他远远的 你刚才有些激动 说的有些乱 我大概替你总结了一下 前几分钟 你想说明你俩的关系 清理竹马 我们当户队 中间你又穿插太多 你心里取得了成就 我一直没能插上去的东西 虽然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之后的事 就跟我有关系了 如果我没理解错 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警告 这两个词没什么词 你管他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的一句话 不想死 就离他远远的 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不管我永远和叶俊成在一起 都会没关系 叶俊成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有他的选择和喜好 不是什么人左右 甚至告诉你一句 你做的低 而不对 是Coverpoint 做的非常丑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梳理你的话 有什么好梳理的 简单的一句话 你想死 就离他远远的 对 苏子 你也太没用了吧 你就这么让他泼你啊 那不然还怎样 冲出去 扯他头发 扇他耳光 毕竟他说 他是叶俊成的未婚妻 不 他说什么你就信啊 我看他是 丑人多作怪吧 你又没见过他本人 你怎么知道他人丑 凡是耍手段玩阴谋的 非丑极了 不过话说回 你和叶俊成小嘴都亲了好几次 也该确立关系了吧 以我一百零二部韩剧和第一次恋爱的情感经验告诉你 感情的事最不能妥 你第一次恋爱心意啊 嗯 很明昂啊 什么时候去了 关系 还没有 不过快了吧 苏子 你别给我打岔 现在说你的事呢 究竟什么时候踏出这一波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去问 新时代女性 雷厉风行 敢爱敢恨 走 现在就去 你来了 敬成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 怎么是你 你怎么进来的 你们家的密码 当然是叶阿姨告诉我的喽 我不管你怎么进来 你赶紧给我出去 哎呀 你知道的 我刚回国嘛 我没有地方可以住的 你看 你看我连行李都拿过来了 没有地方住的话 我给你订酒店 哎 我就想待进去 进床我都说了 我自己来拿行李 四井 这是女生寝室 我看你不方便进去 不是 素子已经误会了 我得跟他说清楚啊 有些人 我看得先解决自己个人问题再说 来来来 主杀主杀 女生寝室走走走走走 赶紧走 过几天就是和中央美院的比赛了 我们要差一个等分后位 你看 你看怎么办 要不 再去各年级找找看 我们已经连续几年输给中央美院了 再这样输下去 面子都丢光了 对啊 哎小心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也学弟 有何会干 如果你想找素子盈的话 那我告诉你 他现在不想见你 不 找你呢 找我 学长 帮个忙呗 我想找素子盈解释一下 你你别给我整这些五六六七八八的 我不吃这一套 那学长吃哪一套 我都可以满足你 别别别别别别别 你离我远一点 我林涵不会为了任何事情出卖朋友 绝对不会 是吗 在我身上 我也这就由你来 你不去 对 看能力了 我都在我身上 他还不会 我但我还不会 我 學長問你個什麼 什麼 蘇紫營生日什麼時候 還早呢 你問這個幹嘛 零 二 快快快 有了時間我還不知道做幾道題目 肅定能不能有一點集體勇敢 行行行 我看你也不是來專心看球隊 清遠 清遠 勇往直前 子芸 我聽林涵說 葉俊成從來不屑參加這種比賽 這次他都是為了你 我才不在乎他在乎誰呢 我還聽林涵說 葉俊成早和那什麼人說清楚了 是他纏著葉俊成不放的 蘇紫營 蘇紫營 你聽我說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樣的 蘇紫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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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聽說 行 隨便 反正不在乎 進程有咖啡 換語有相隨 給 上場前補充點水分 幹嘛 素姊 你現在和我還是雇用關係 那現在命令你 給我擰開 我要留著力氣打拼你的白師兄 上場前補充點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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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程進程來到工程 秘密立語 通風換語 女子長 通風 對不起 個人感情別象徵集體榮譽 不管打千萬樹畫畫 你都會是我的樹下敗將 而且這季參賽 我也打算阻止你的模特 你 請願請願 勇往直前 求求必進 求求必進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 确定了吗 我们 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师 痛啊 医生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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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放松 我还没开始呢 医生 你别理他 去给他上架版 听这位女士 上架版 痛 轻点 轻点 哦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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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叫了 所以我才让你住到我家里来 还无常提供私人医生服务 你别叫了 别叫 放松 我觉得什么 放松 放松 你要干嘛 话语的事 我想亲口对你说 好 你说 仔细点 一条都不虚弄 你这反应 是不是有点过于理智气壮的一点 是你死气白赖的要和我说清楚 是你觉得理亏 那无论感情上还是道理上 是不是我更要理智气壮一点 学姐的道理 无懈可忌 学弟的故事可以开启 嗯 简单来说 花园喜欢我 但我不喜欢她 从来也不行 那你们 从未订婚 你和她 从未明示暗示给过任何准 我父母的意愿 无法阻止我的学生 还是不行 你非要比我说 在遇到你之前 我还是个牡丹花吗 什么花 牡丹花 就是母胎单身 solo至今 也就是从未谈过恋爱的 纯粹小出男了 你信不信我欧大伤员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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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聊 我们先走 你还生气吗 嗯 我什么时候生过气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想喝水 会不会我一碰到他 那个臭小子又要出来了 嗯 怎么还嫌弃我 是我要问你才行 啊 过来 苏子音 好久不见 这位贼为舒远的哥哥 晚上好啊 幸好 这个技不如人的学弟 就想再被我打一次吗 哥哥是想激动我吗 这招可不管用哦 白师兄 您找我有事吗 我是来向那位被我误伤的小学弟道肩的 哥哥 你这是在猫股耗子吗 学弟 他是狗拿耗子吧 你们两个烟怪器我插不上嘴 要不 马上就要探赛了 我想找学妹你当我的模特 跟两年前一样 不行 学姐是我的模特 我出双倍的价钱 学妹 你要不考虑一下 新讲作品的模特 我关注的人会更多 学姐 你们俩聊完了 叶俊成你听好 新的敌人出现了 我们内部必须统一战线 无论我们谁出现 一定要记住那家伙白宁瑜 一定要在苏子营姐姐面前 堂堂正正的赢过她 姐姐 你们俩聊完了 白师兄 我很感谢你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帮助我 但是现在 我更相信叶俊成可以拿下油画大赛的冠军 好了没 你再坚持一下 这样真的很难受啊 我会按照市场价八块八付你酬劳的 那先让我看看 苏子营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啊 我本来就不是来画画的 我是为了让你 换位思考 传播模特的心境 所以你到底想见你要画什么 我可是把狠画都放出去 这个时间表 接下来两点到五点 把你查生活 看过很多油画名作家采访 他们说 灵感往往来基于生活的威处 我让你观察生活 看我干嘛 你是我的模特 我的生活和灵感 就是观察你 我怎么发誓 苏子营 说起来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有信心啊 因为你怪啊 艺术家 都是怪卡 你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吗 我 苏子营 认准的人 不会查 又在画室 你有没有灵感 这次比赛画哪幅 没有 好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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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老师们大家好 经过我们一轮又一轮激烈的厮杀 最终有两位同学的油画作品 将决注我们最终金奖 他们分别是来自中阳美院 白宁女的琵琶少女 以及来自清远艺术学院 叶俊成的新乐传说 这一刻我幡然醒悟 那些稀松平常 幼稠而复始的事情里 全都有她 如果不是她 我青春年少的日子 便不会有兵荒马乱的时候 经过我们评委们一致的点评以后 获得冠军的是 这位来自中阳美院 白宁女带来的琵琶少女 大家掌声 有请我们的冠军选手 发表获奖感言 我能得奖 这个我知道 对于今天评委的决定 我非常满意 其实画画 光靠琴学苦练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要有天分 而且夜学地的话 还是可圈可点的 就是技巧过重 缺乏点情感的表达 老师 我有不同意见 不好意思啊 这位同学 此次油画大赛是专业比赛 我们不需要大众评论 画就是来给大家欣赏的 况且 这两幅画里的模特都是我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提出意见 那请问这位模特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夜俊成画的更好 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 作为模特 我在她的话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力 和生命力 不管是画 还是人 我都觉得 这位模特差不多可以闭嘴了 该闭嘴的人是你 让他讲完 我觉得夜俊成画的更好 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 作为模特 我在她的话中 感受到了 护士啊 走嘞 什么跟祖赛 输了还那么开心 来 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呃 怎么说呢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重大参与重大参与 林涵闭嘴 哎 没事 你们重大反应干嘛 你当然没事 苏子英那段赶天动地的表白 比什么都值得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输了全世界赢了你 是你的因事吧 我那是就是认识 正话正话 什么时候跟他 苏子英 你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怎么就没发现你有这种歹事 林涵 哎 叶俊成你看 你苏子英在街边杀工 哎警官的 你们小情侣的游戏 别路上文座 就 哎算了 这话都在酒里了 来我们干杯 干杯 我今天晚上要喝到你们三个 四个 olis Las �드 我 穆 也 魔 魔 不能让她出来 我要忍住 加油看好你 不行 不能讓他出來 我要忍住 謝謝 好 早安 醒了 昨晚把你家弄忘了 晚點進去收拾 我的心也被弄忘了 要不 你收拾一下嗎 也行 昨天 你跟我說了很多秘密都是我不知道的我說什麼了 你忘了嗎 嗯 從小到大 哦 所以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你都跟我說了不可能 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你別騷我 我才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 喜歡我這件事 不算是秘密嗎 也許是你 真的都是你說的 我不管 反正話說出口了 你要對我負責 你 蘇智穎 你該不會 不想認證吧 一人城 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蘇智穎 對你負責 我 我 你 你 我 不愚來 你 剛才有 Swiss 何凡 您最辨别了 愿燃 您最深的 以前 只是 對你負責 臭小子 你昨天和素子盈都做了些什么 空门鬼 你干了什么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也喜欢素子盈姐姐 我就是喜欢她 怎么 你要不要脸 比起你这种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我觉得我更适合素子盈 呸 姐姐才不会喜欢你这种空门鬼 苏子盈才不会喜欢你这种 幼稚的小家伙 好 公平竞争 看看苏子盈姐姐到底喜欢谁 那就试试呗 你来了 走 今天带你去逛街 走啊 逛街都那么不积极的吗 不要为我省钱 我们昨天不是来过这儿了吗 不好意思 快你一步 走 再逛一遍 今天我为你请来了 全称最有名的厨师 你看看想吃点什么 怎么又是你 没错 他除了是一名厨师以外 还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手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才刚请的来过吗 什么 姐姐 想吃什么 随便点 你 该死的臭小子 用我的招 还花我的钱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 别解雇 我们出去吃 这个电影刚上映了 我买了个情侣座位 该不会 你又在这里看过吧 没有 那就好 那我们进去吧 你怎么了 昨天这部电影 您不是在其他影院 看过一次吗 我最喜欢跟姐姐看情侣电影了 看过的话 要再看一遍 告诉我两次观影之后的观后感 走 这是恋爱还是上课 月个会还带布置家庭作业的 好 舒服吗 外婆 舒服 天天来给我按摩 我就更舒服了 苏小姐 这礼拜才过去三天 你们就来了四次 不累吗 还不是她 说要给外婆拿点吃的 你男朋友可真孝顺 外婆 你饿不饿 可不可 臭小姐 我知道前面有几次 不是你吧 啊 你别否认我 我知道不是你 你要抓紧了 不然子音就被别人给追走了 外婆 你在聊什么呢 嗯 没什么 我就是让她下次买点别的 别老是买这个苹果 我都吃腻了 苹果是不是血甲的 很奇怪 美女 黄金 蹊东西 怎样 没有人告诉我 谈恋这么累 同一个生产要去两次 同一个在餐厅要吃两顿 同一个电影也要看两次 你说燕俊成 他是不是有拼了 你说叶俊诚会不会真的有点问题啊 叶俊诚 这么早叫我来干什么啊 我还有一堆东西要买呢 你进来 我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 吃什么 这位学弟你是来画画还是想来打击暴风的 这位学弟你是来当模特的还是过来跟我吵架的 哎哎哎哎两位同学 回忆 渐渐在褪色 甜蜜从往事 你该不是怕黑吧 留下一地的斑驳 谁非谁不可 和时间拉扯 只剩遍体鳞伤不单的我 小心 小心 又失了温热 眼眶也变得脆弱 你是我不可言说 如果 那些曾经倔强 记忆复活 记忆复活 还爱着 重来过 啊 描繪的 我和你在一起的點點滴滴 今後的每一幅畫 我都只想和你在一起 只有我和你 蘇紫陽 我有件事 今天必須要告訴你 其實 我 以後我知道分開了才開始懂得 有些痛情深經歷過比聽說深刻 我和你還在我 腦海虛化著不歡樂 還愛著 Twenty One 姐姐 你刚刚这么叫我 没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非常非常喜欢你 我我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叶军晨海你出去干嘛呀 表白还是求坏 觉得叶军晨有点奇怪 奇怪哪里奇怪 叶军晨他好像在防着我什么 都不敢让我碰到他 苏子英 你是不对劲啊 满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呀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叶军晨 他有的时候很热情 有的时候在躲着我 好像都不是同一个人 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 你这么说 林涵好像也和我说过 叶军晨有时候臭屁的不得了 有时候又过于礼貌 还叫他 哥哥 要不你试试他 他不是不让你碰 你就碰他 试试看 叶建成车来帮忙 姐姐 你来了 你怎么了 一晚上没睡 黑眼圈这么重 想你想的事不成 硬成 什么时候变这么远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你忘了吗 今天晚上要在你家办生日会啊 我怎么可能忘了 我都准备好了 林涵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你 你把东西给我 我帮姐姐去收拾 你等会儿 你为什么都不敢让我碰你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是不会瞒着姐姐任何事的 不能睡不能睡 不能睡 只要用这种方法 就能有效减化心跳 这样轻微接触姐姐 也不会产生人格反应 我要和姐姐 永远在一起 祝我的小宝贝苏婷生日快乐 耶 你这太夸张点 还有更夸张的 哦 登登 苏子莹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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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复读鸡吗 前二十一年的生日都没有和你一起过 先补上二十一句生日快乐 在以后的每个生日 我都会陪着你 也太浪漫了吧 这叫浪漫 等你八十岁的时候 我一次性跟你说八十句生日快乐 你懂什么呀 哎好了好了好了 时间不多了我们赶紧许愿吧 那我去关灯 好 你快点了 好好好别怨别怨 好了好了 马上就好了你别害怕 怕什么 我不怕 来三二一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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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隐隐地感觉到 他似乎有点奇怪 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猜疑和不安 就越来越深 到底是我对他不够了解 还是他真的有什么秘密 在故意瞒着我 离开了 耶 啊 姐姐我回来了 你把他们送走了 叶俊诚 你怕黑吗 啊 想想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真的特别倒霉 先是 在画室摔倒 搞得非常狼狈 后来发现你胆小怕黑 是我牵着你的衣角 把你带到有光的地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你 喜欢就是喜欢 吃药的事情 为什么忙着我 牵着你的不是衣角 是画笔 第一次见面 也不是在画室 在画室 也没有摔倒 你不是眼镜城 你究竟是 嗯 那这些吧 我觉得更符合油画审美 我要投诉你 我给你找 姐姐 你没事吧 苏子莹 怎么又是你 你说 实际上有没有一种人 走 给我出去 一会儿对你体贴照顾 悉心周到 护士姐姐 我给你去交费吧 我对你爱他不离 避之不及 有这种人 人格分裂吧 我有件事 今天必须要告诉你 此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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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你这么着急干嘛 难道 是想迫不及待的见到我 这你个鬼啊 苏子莹不见了 她是不是昨天晚上玩太开心 住哪个臭小子家里了 她 你以为子莹什么人 她从来不会夜不乖宿的 你以为她是你啊 哎 你说事就说事啊 你别搞针对 我是真的着急 她手机都打不通 走走走 快点去她家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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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我回来了 你饿吗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 姐姐 你是被我吓到了吗 我是第一眼就喜欢你的 我才是要追你的那个 你怕我 你别过来 她有什么好的 我比她温柔 比她喜心 比她更喜欢你 喜欢不是这样的 那喜欢是哪样的 姐姐 别怕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可以不睡觉 我可以吃药缓解心跳 我可以 我可以接受治疗 我不会让她出来的 我可以吃药缓解心跳 你会否划掉 你会否划掉 我忍不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充满了未知 和危机 以及 叶俊成 哎哎哎醒了醒了 哎这臭小子醒了哎这臭小子醒了 我要没死 你们哭丧着脸干嘛 叶俊成你最好别死 让我照谁要工资 就是应该把钱结了才对 安静点 你们俩继续聊 你说 我们两个这样算不算也比练 永远保持安全距离的那种 其实 我问过医生 人格分裂 是一种心理病 最好尽早治疗 但是 我只怕 最后留下来的人 不是我 叶俊成 就是嘴贱活该 不就是一碰到你 就会切换人格吗 那我可以永远和你保持安全距离 不碰你 不抱你 可以永远守着你 不离开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有事 哎别 如果你要不想唱歌也可以 那我们去做功课 滑雪也可以 你不是那意思很想滑雪吗 你今天想干什么 到底怎么了 说 这叶俊成他刚刚 去看了心里 哎紫衣 你想想坎坷 软绕曲折 我们只能走到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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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爱钱 因为他有照顾外婆 怕要枪 所以事实都要做好 疫情期间 请保持继续 八块八 你说看着给他 你应该不是怕黑吧 还有个条件吧 怎么样才能当我女朋友 还是怕你会情不自禁的来碰我 人生没有如果你想要的 请紧我 你又和姐姐 你rån 亚诚 我是不会在和姐姐分开的 对不起 我有很多 难听的话想要说 但不是对你 燕俊诚 你这个渣男 抠门鬼 王八蛋 我以为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你这个烦人镜 可是 你怎么就这样没了 会有那么差吗 这个曲线 八块八 换个衣服 让我的活着 可以吗 有些相遇 看似成说偶然 但其实 早在暗中 被安排好了结局 带着某种 特别的使命 验诚 你一定是好吗 我的还没 我不会让他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